英方有关言论 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7日晚 上海警方会维护社会秩序 依法劝离某路口现场聚集人员 这其中包括一名BBC住户记者 在警方明确告知该名记者即将对现场人员进行劝离的情况下 该名记者拒绝离开 且一直没有向警方表明自己的记者身份 警方遂将其强制代理 并在对其开展必要身份核查及法律告知后 请其自行离开 有关程序 完全在法律法规框架下进行 这位BBC记者 在警方执法过程中拒不配合 却做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 而BBC则立即歪曲事实 大肆炒作 BBC记者在工作中被警方所谓逮捕 殴打 把脏水泼向中方 这显然秉承了BBC恶意碰瓷的一贯作派 必须强调的是 外国记者在中国依法享有新闻报道权利 同时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采访报道时 应提前出示记者认 不得从事与记者身份不符的活动 这对于任何媒体都不例外 与所谓新闻自由也没有关联 在中国有许多外国媒体 为什么每次都是BBC在现场出问题 这是应该认真思考对待的问题 借这个机会 我也有几个问题 想请英方回答 第一 英国政府是如何对待国内抗议者的 2020年 伦敦爆发反对抗议封锁措施的游行 英国警方逮捕150多名民众 2021年 在反对政府削减公共开支政策的 大规模游行中 英国警方逮捕超过200名民众 从公开的视频资料中可以看到 第二 多名英国警察将赤手空拳的抗议者团团围肉 对其拳打脚踢 大打出手 任其哭嚎哀求甚至一不蔽体 也不为所动 第二 英国政府是如何对待记者的 大家应该还没有忘记 几年前 一位中国记者 仅仅因为在英国保守党年会上 行使正当权利 进行提问 并表达观点 却遭到百般阻挠 甚至人身侵犯 最终还被英国法院判处有罪 英国记者格雷厄姆 菲利普斯仅仅因为创作了 不适合西方报道的内容 而成为被本国政府制裁的首位英国公民 第三 BBC是如何报道中国的 从阴间滤镜到涉江涉港歪曲报道 许多人对BBC恶意抹黑攻击中国的黑历史 印象深刻 2019年以来 BBC在涉港报道上 无视暴徒暴刑 却指责香港警察暴力制法 在涉江报道上 BBC驻经记者 仅采用几张非实警卫星图片 和反华人士的所谓报告 便炮制世纪谎言 对新疆大肆攻击抹黑 在涉疫报道上 甚至将公路反恐演习视频 作为中国暴力防疫证据 为什么总是BBC出现在各种现场呢 BBC记者究竟是去报道新闻 还是去制造新闻呢 英方应该尊重事实 谨言慎行 收起虚伪的双重标准 停止玩弄双重标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